马来西亚演唱会短短两小时说完票的告舞人到底是谁 相信有关注台剧的大家一定知道2020年陶罗度最高 最红悬银行剧华登初上版 而当时告舞人的好不容易就是这部剧的片尾曲 随着行剧搭配好歌 告舞人这个乐团更被大家认识了 对于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团名字的大家 是不是在想所以这是一个舞人乐团吗 No 这阿萨你就太肤浅了 开玩笑的啦 告舞人虽然有个舞字但其实只有三个人 当中包括吉他首剑男主唱潘云安 女主唱犬青 以及鼓手兼团长泽谦 如果要追溯告舞人成立的源头 那就得回到2011年 当时是由现任主唱潘云安和哥哥潘亚山一起组成的 而告舞人这个团名也在当时成立 其实名字的由来小Ben觉得非常的特别 当初他们在云安家楼下对着法院布告栏看板说 艺人指出一个字 结果分别是五告人 后来觉得这个评法真的太怪了 就一栋数据变成了现在大家熟知的告舞人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乐团只剩下潘云安艺人 直到2017年 告人加入了女主唱全青吉他首班长 以及鼓手折迁正式成团 并在同年发行首张EP迷雾自子 有趣的是EP收入了一首 你要不要吃哈米瓜的歌 在当年献起日潮 我问你要不要吃哈米瓜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由来 竟是当时也掀起红洞的迷音 你要不要吃哈米瓜 搞怪的哈米瓜神曲 也渐渐让大家看到了告人这个乐团 他们还因此被称为了哈米瓜乐团 粉丝还被叫成了哈瓜 那你主唱的声线交错渲染的声线 与曲风多元不限 成为了告人的特色 在2018年他们也凭着这张EP 获得了第九届精英创作奖 最佳新人 开启乐团的知名度 同年也发行了第二张EP 披心待乐的想你 其中的同名歌曲 披心待乐的想你 在当时迅速爆红 成为了告人的成名曲 在2018年底 告人吉他首班长宣布正式离开乐团 而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的告人只有三位团圆 他们在2020年入围了 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 隔年2021年的金曲奖 更是一举入围了四个奖项 分别是年度歌曲 那家演唱录音专辑奖 最佳乐团奖 以及最佳作曲人奖 可说是非常的厉害 随着时间的推进 告人这个乐团 也渐渐的被大众看到了 但是让更多人认识到 这个乐团的契机 应该就如我开场所提到的 华灯初上版 当时因为搭配 最红旋于Hungji的华曲片尾曲 一首好不容易 让告人再度被更多人认识 火树圈粉 小编虽然很喜欢这首歌 但每每听到开场 还是会有点啪啪的 喂 不知道各位哈瓜是从告人 哪个时期开始认识 并且爱上他们的呢 小编的话是从 在座座城市遗失了你 认识到了这个乐团 除了歌词很有意思以外 犬亲和云安的歌声的交错 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这就是告人成功的地方 而告人也将在明天 举办在座座城市遇见了你 马来西亚演唱会 不知道各位哈瓜 最想听到告人唱哪一首神曲呢 欢迎在留言底下和我分享吧 小编在这里祝告人 在座座城市遇见了你 马来西亚演唱会大成功 也希望各位马来西亚的哈瓜 Enjoy the show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